大家早上好 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习惯一样 有的时候晚上收工太晚的话 没有时间做了 我就更喜欢早上敷的一个面膜 今天还要出差 所以呢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出差常带的东西 非常有用的 而且有针对性的一些好的产品 我可以编纹理箱子 也可以给大家去分享 最近真是跑来跑去 好了 我先继续把脸洗了 一会慢慢给大家分享 烹焙咖啡 家里人寄来的大林的樱桃 是我们家院子摘的哦 小的东西都放进去 就是有个超级好用 非常非常适合 我们家小鼎鼎 现在可以舒服服服的 跟大家聊聊这几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先从理肤全说起吧 因为理肤全B5面膜 我用了很久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 像我比较敏感的肌肤 还有痘痘肌 理肤全B5 Pro的这个面膜 它现在已经叫B5 Pro了 主要的成分B5 它的浓度已经增加了10倍 这一片的功效 比之前的面膜更加的强 它还有增加了一个红膜药唇 主要呢是抑制泛红阴子 天气现在夏天 我们如果是晒后泛红 或者呢像我化妆带妆久了 卸妆之后皮肤也会泛红 红膜药唇其实是比较针对这个问题的 把皮肤中泛红的状况 很快的去得到了一个改善 然后另外其实像积雪早清碎 就是快速的舒缓我们的皮肤 因为出差有的时候 换地方啊 不论是空气 还有一些环境 它可能都会对敏感肌来讲 不是特别的友好 所以我出差 如果让我带一款面膜的话 我就是会带这个理肤泉 然后我平常也很喜欢用 那个理肤泉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喷雾 喷完全裂 起一个镇定舒缓的作用 我们在复一这个 B5 Pro会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新生级版的这个膜布 也非常的好 就是趁拉它不变形 而且更加的轻薄 大家要去尝试一下 另外理肤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也是B5 B5修复霜 可以把它说成一个万用霜 万能霜 因为呢 B5的这个成分 其实它可以 舒缓一些皮肤的问题 像一些皮肤的炎症 顶顶顶经常会起唇颜嘛 这个唇角这个地方 开裂起皮 这个B5修复霜 在你有问题的一些地方 它可以厚涂 尤其像蚊虫钉咬啊 有蚊子钉的地方 厚厚的涂上去 给它一段时间让它舒缓 去掉一些蚊子钉咬的一个红种 发红疹啊 像小宝宝 它会起那个尿布疹 还有就是像我们平常抱痘了之后 会有痘印吗 你就厚涂在你的痘印上 慢慢慢慢的它会去减少这个色素沉淀 这个是一个我非常推荐的 出差旅行或者在家里的时候 给孩子给自己 都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小东西 现在是这个Lazy的去蟹清水洗发水 它比较好的就是针对这个头皮屑 我自己也可以用的上 还有就是也是针对于鼎鼎的一个头发的问题 青春期嘛 它会有些头皮屑 经常会泛红起皮 也是头发会比较有 直液性的一个头皮炎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其实在用微姿的时候 首先呢 它会有一个二流化锡 它主要是头皮屑的一个吸尘器 那我们头发比较会出油啊 水阳酸 就是头发的这样的一个吸油脂 另外呢 就是神经咸氨 它是一个可以让头皮更加的舒缓健康 我们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止氧剂 所以呢 就是在头皮 比如说它红氧的时候 起头皮的时候 这个去泻清爽洗发水 它就会很针对这样的问题 然后微姿它这一款啊 我记得应该还有滋养型 还有那个亢敏感头皮的 就是相对它更加柔和一点 头皮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先使用这个清爽的 让它先去泻 我觉得就是在你日常护理的时候 会比较有针对性 记住这个微姿 让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款呢 是士乐夫 士乐夫的身体乳 它是主打三重神经咸氨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那基本上这个呢 就是可以把它当成身体乳 因为它可以给皮肤一个维稳的屏障 而且它其实是有一个缓湿的技术 它可以保持我们身体呢 一整天的不干燥 滋润度是够的 今天呢 其实我觉得我推荐的很多东西啊 都适合全家用 尤其是像鼎鼎现在这种青少年啊 它的皮肤其实不太能用像香精类的或者酒精类的 现在我又看鼎鼎啊 还有他身边同学 真的是 就是咚咚咚 然后脸上的青春痘都已经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它最简单的东西去使用 但是不擦是不行的 因为像小的时候啊 鼎鼎的皮肤还是挺细嫩的 但是慢慢的它长大之后 现在日晒啊 皮肤有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 它会干燥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它们擦一些健康 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护肤品 这一瓶呢 就是基本上从头到脚 就可以解决一切的皮肤问题 而且大家可以很放心的 就是它因为其实你做密封护理的话 也是可以的 其次就是很干爽 我用的时候真的是 它一点香精和酒精的味道都没有 非常的舒服 很舒服 好了 我现在就是把这几个东西呢 然后都去装箱 现在我也把这些小的东西都 好了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拜拜 拜拜